以前有句俗话叫做,酒箱不怕相似身,但是随着广告行业的发展,现在的这个年代,很多行业其实都是酒箱也怕相似身,所以宣传,成为了几乎所有行业都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。 这一点,在电视剧上表现的尤其明显,但是,即使是大量的宣传,其实没有真材实料,也是没有用的,比如今年的几部电视剧,其中有好几部都是为播鲜活,播出之前被宣传的好像每一部都是今年的巨王,都能成为收视冠军,但是,在播出之后,却都凉透了。 不过还好,现在还留有一些希望,下面,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,已经量得差不多的五部电视剧。 第五,如一转评良心说,其实这部电视剧,算是非常不错的作品了,但是问题就出在,开始的几集,草亭好像有点多,所以导致分数和口碑都不如意。 但是,随着剧情的发展,现在无意赚口碑正在会暖中,各个网站的评分也都上去了,但是,即使是这样,也很难对得起当初的宣传,也或许是大家对这部电视剧的期待值,太高了的原因。 第四,爱情进化论这部电视剧,是今年扑接扑的最惨的电视剧之一,静悄悄的开播,又静悄悄的结束了。 这相对于在开播之前的宣传势头,可不是很符合。 另外,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林依晨和陈百里《刀我可能不会爱你》改编来的,播出之前一副是不可当的架势,但是可能是因为水土,不服,播出之后很少有人关注。 第三,扶瑶相对于其他几部电视剧,扶瑶总的来说,还算是不错的一部电视剧,无论是在剧情上,还是演员的演技上,都算是说得过去。 不过,对于很多人祝福,这部电视剧简直是灾难,大量的改动,让剧情变得面目全非。 其实,这部剧前排部分还好,但是在《国宫领的合办》以后,很多人都弃剧了,一部电视剧靠着配角承受势力。 不知道主角怎么想,第二《甜蜜暴击》这部电视剧在上映之前那个火啊,简直没有比他在火的电视剧了。 另外,再加上这部电视剧,是陆寒和关小通的定情之作,很多人都表示异常期待。 但是,这部剧播出之后,收视率出现了很少见的直线下滑,完全不带打弯的。 也是从这部电视剧开始,很多人开始反思,流量小声加炒作的方式,好像已经不灵了。 第一天盛长歌这部剧,一开始叫做《黄泉》,在播出之前,被趁机为湖南卫视最大的一张王牌。 另外,其实,这部剧怎么看,都是有着剧王的潜力。 陈昆加迷迷的主演组合,倪达红、赵丽心、袁红等是力派助阵,证明这部剧的演员,肯定是没问题的。 另外,在剧照中展示的服装和场景、道具等,都是非常精良。 但是,这部剧还是扑接,大部分网友都觉得,这锅是编剧的,剧情实在是看不下去,太拖泰了。 以上就是一开始,有着剧王版了,在开播之前被吹上天的五部电视剧,其中芙蓉和如意传算是不错,其他三部彻底扑接。 但是,在今年有着剧王伴儿的,除了这五部,还有两部,已经预定了年度收视率冠军。 碰巧的是,这两部电视剧的女主,是一个人,大家现在应该想到是谁了,那就是我们的银宝赵丽颖。 今年赵丽颖会有两部电视剧播出,已不是古装的知否,知否,您是绿肥红兽,另外一部则是现代都市剧,你和我的清城时光。 这部两部剧目前是大家最期待的两部剧了,也很可能成为今年的剧王。 全年的收视冠军,现在小编正在期待中,还有谁期待的,举个手来。